期待 大家好,我是Chill 今天來到這裡是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然後呢,因為呢 他比較多這種室內的啊 然後可以吹吹冷氣這樣子 比較不會熱到爆 好像剛剛一路大概三四五、三四六度 你看這個天氣這麼好 它其實非常的熱 然後所以就來這個景點 它裡面有很多室內的一些 像我現在是在那個海洋劇場這邊 那它會有一些就是大螢幕的那種 影片可以看這樣子 也劇場可以看這樣子 所以呢我就等下來這邊 那等一下會去它的一些館 就是有一些玩的啊 然後一些介紹一些海洋的 還有一些潮心智能的東西這樣子 好這邊是它現在有在展出的一生劇場 你看 稍微瀏覽一下 好了來到了這個海科館的 廣場前面然後 腹地上面還蠻大的 小朋友在那邊跑來跑去也不是問題 這也叫做海科館你知道嗎 海科館 好,吃東西吧 這邊是主題館的路口 這邊有一個很長的溜滑梯 從那個應該是五樓 留下來這邊是二樓 因為我們到這邊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 所以我們想說先吃完飯 再去逛海科館吧 還有雞蛋糕 然後賣一些潔冰水 最後我們選擇了五樓的 找了去魚夫鍋 來看看店內環境 然後這邊要注意一下假日人潮很多 如果有在意的朋友 千萬不要勉強自己來哦 這邊快速瀏覽一下菜單給大家看 好,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魚夫鍋對不對 我的魚夫鍋 是我的魚夫鍋 然後裡面有小卷 菜盤 豬肉 然後跟湯這樣 好,這是阿嬤點的 阿嬤點的這個是雞腿套餐 烤雞腿套餐 高麗菜 然後 木耳 海藻 然後一碗湯 比你吃這是什麼 Pizza Pizza 鮑魚軟 香腸Pizza對不對 對 好吃嗎 好吃 小皮好吃嗎 好吃 你在吃什麼 Pizza 這是什麼口味的呢 這個是 飛魚軟香腸 飛魚軟香腸 對 世界上最多牙齒的動物是誰 是誰啊 我不知道耶 最小答案是 蝸牛 蝸牛真的嗎 你怎麼知道 你有查嗎 沒有查 是我在影片看到的 好,這是 Chu太太的 然後 嗯 嗯 就是把煎 那個 不然想不起來 鯨魚 鯨魚 然後裡面有蛋 然後 飛魚軟香腸 小捲 哇蝦子 然後 啊一樣的小菜 對 那個還蠻划算的 鯨魚 哦 找票找了好久 我今天才進來 所以中午過後人會超多的 因為大家一吃飽冠 就是開始一起在買 所以票的話 會先買好 會比較好 好啦 那我們現在進來這個深海展示廳裡面 一進來就有一些互動的遊戲 熱夜噴泉 這個展廳裡面有很多 海底的一些化石 和一些有趣的生物 踩在這中間 然後裡面可以了解說 海底常見的金屬物質 小朋友其實光在這邊轉轉轉 就已經夠好玩了 然後看展完之後呢 還有準備機制問答給大家回答 這邊快速帶過 好啦我們出來再換一個館吧 有七個館 這裡是博船魚海洋工程廳 但我覺得這邊最好玩的就是 它裡面有很多這種互動式的 或是可以操作的 Oni海洋工程 這讓我們家的姐姐呢 玩得不亦樂乎 這項操作其實我覺得超好玩的 來了之後一定要玩喔 這項操作其實我覺得超好玩的 來了之後一定要玩喔 其實這館裡面有蠻多可以操作的 我覺得在七個展廳裡面 算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廳喔 還終於找到一個適合出太太的啊 可是我不喜歡欸 會暈船 這項設備我也覺得非常好玩 按鈕按下之後呢 下面就會擠出氣體 把裡面的珠子往上吹 把裡面的珠子往上吹 聲音不一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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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很好玩 將這個鋼管大力的壓下去 也會有氣泡 由下而上而變成一個氣泡圈 小屁 加油 轉屋 轉轉轉屋 然後這個也超好玩的 轉動下方的圓盤 就會讓這個水上面 產生漩渦 三張小屁 來到水產廳 這邊一樣來快速導覽一下 我們的水產廳大概長什麼樣子呢 抗議抗議 這裡比較像一個小小的水族廳 大部分是用看的比較多 比較少玩的 不過我也覺得蠻好玩的 然後呢 這邊也有介紹蠻多那種漁業製造的啊 海鮮的食品製造啊 這個臉蠻有趣的 蠻恐怖的 如果半夜起來看到我一定會嚇到 這個也是很恐怖啊 欸? 在幹嘛? 欸? 喔 看得懂嗎? 好這邊是海洋文化廳 顧名思義就是在講一些海的文化 例如一些捕魚的啊 還有一些漁船的啊 潛水的啊 當然講到漁船 我們就一定得想到這些海的廟啊 阿祖這一些 所以這些都在這個文化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部分呢 比較少互動 所以小小孩會比較不喜歡 所以我們大致的 逛過一遍之後呢 趕快去別的廳再看看囉 嗯?外面也很漂亮喔 這個廳在講海洋的環境 一進來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來!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 果然小朋友還是喜歡玩這些可以動的 翻書翻書 裡面還是有些小小的互動啊 肉髒 然後到了這個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小孩啊 開始玩一些遊遊遊戲 後來來了其他的小朋友 也是一直在玩遊遊遊戲 果然所有的小孩想法都一樣 好吧我承認我這次來這邊 主要是為了這個兒童廳 聽說非常的厲害 所以呢 我們就趕快進去逛逛吧 酒精噴手 入廳內呢 門口的工作人員有提醒說裡面人很多 但是想進去的人 還是可以依照自己 能夠承受的程度 而選擇要不要進去 一整排休息的爸媽 這真的還蠻好玩的 好幾次 也是給小朋友做玩的 基本上這裡面的環境呢 非常的安全 其實他都有做保護 所以看到很多爸媽都已經彈在地上了 呈現一種 大人很厭世 小孩很開心的樣子 小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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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有一個模擬的玩具儀式 很多小朋友都喜歡來這邊玩 像搬家家酒這樣子 金 neuros 憑喜的爸爸媽媽 飛機,大概有幾種 路上探險 踩上探險 大海阿 玩的地方 我們大小羽 找我去跟他一起玩 老闆我要 我要吃東西 你隨便來點什麼吧 這是什麼 魚啊 魚呀 好, 下面老闆 紅蝦,還有勒,四條魚 都是我的喔? 好了 豬豬,你在幹嘛? 然後後來我跟姐姐說 要顧好弟弟不弟弟不見怎麼辦 於是他就很乖的一直帶著弟弟玩 一直帶著弟弟去 跟人家一起玩 真是一個好姐姐 在後面一直看顧著他 嘿大家好 我們結束了 因為這邊太大了 沒辦法玩完 所以我們就玩基本了 就已經玩到很累 然後剛剛我們從兒童館出來 然後當然是 最近大家是先從 最上面的樓層開始慢慢玩笑玩 不然如果這樣玩你會走不了 好 那下次再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其他的主題 我讓我非常多的這種主題 這樣子 現在我們要去停車場了 然後等一下呢 再稍微去那個超進公園走一走 然後吃個晚餐然後離開 這樣子 最後一進到門口之後呢 我們才發現 超進公園人超多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去吃飯了 以上附上我們以前小時候 帶他們來超進公園玩的照片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你們會營車 怎麼一隻 你會沒想到